一个富豪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破门而入的仆人 做梦也想不到 当时凶手就站在他的面前 好的 大家好 我是怪君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书的名字叫做 《侦探往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 各方势力汇集上海 正所谓十里洋场烟花地 风云际会上海滩 而也就在这个时 数名富豪接连离奇死亡 探长老叶决定 召集上海滩的大侦探们 共破奇案 这群侦探果然没让老叶失望 只去现场走一趟 就锁定了凶手 他们是鸡人马戏团 这些人表面是个演出团体 实际上是各自有各自的特长 流窜于各地杀人 开头那个富豪 就死在一名善于伪装 潜藏的团员手下 可还没等老叶带人抓捕 鸡人马戏团就突然失火了 全团人员葬身火海 无一幸免 不久之后 有一名富豪被杀 但这一次被指定成凶手的人 却是老叶 而下这个定论的人 居然是民国第一侦探 霍桑 没错 这个霍桑 正是陈晓清先生所著的霍桑探案集中的那位 东方福尔博斯 侦探往事最强眼的部分 就是里面登场的侦探们 他们均出自于民国推理作家底下 比如中国侦探之父陈晓清先生底下的霍桑 民国三大家之一 孙了红先生底下的侠盗女平 不止他们 老叶 李飞 胡贤 黄雪薇 各个都是民国推理作品里 鼎鼎有名的侦探形象 石成老师将民国民政他们齐聚一堂 展现了一个风起零涌的侦探世界 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推理 那个灿烂的黄金年代